愛! 不要!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再拉一點 沒有 再瞬間拉一點 上面是 不可以 比如說 主動還是這樣 還是 玩過來 是要 要往上 往上 往上 旁邊 旁邊 是往上 最高點 往上 好像感覺是我的臉 這邊是 好 好 現在蓋盤子 不用一直蓋盤子 然後 地震一來 然後就倒 那為什麼 就是它的 地基 它沒有很紮實 那地基就是 基本功 你們現在練的什麼手法 一些都是裝潢 很漂亮 但是 地震來了 就倒 所以 基本功 很重要 就如果你正在蓋盤子 然後 你必須要按 很堅固啊 然後 風都吹不倒 什麼 所以基本功 就是 很無聊 我也覺得很無聊 那沒辦法 就是 大師 就是這樣 對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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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ủa 今天主要來是要 因為我知道我現在國小小朋友 然後就很認真在訓練 然後環境已經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可能 我記得我球隊可能10個人 開始了 我按現在我40多個 然後教練也很多 然後整個環境都不一樣 然後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我前陣子跟幾位藝人 然後他們合作拍的一個宣傳影片 然後還很搞笑 然後就是希望開場先輕鬆一下 就好了 我就會不要這樣 今天就看我 很開心 這個是最好的 有 是 好 今天的晚餐是養肉肉 來 這塊夾給你吃 來 這塊夾給你吃 來 這塊呢 我自己吃 畢竟我是美女 我還是會有嫉妒心的 我們這個老闆不知道要削多久 不要吃味道 來啦 吃啦 要殺球囉 喔~~~ 就是要這個正條牌照 真的 這個卡最好看 是的 各位觀眾朋友 剛剛所看到的就是 國手的實力就是這麼的堅強 奧運等級的國手到底有多強呢 我就不信有多強 運種雞雞有沒有苦強 差點 差點 差點就死掉了 啊哈哈哈 借俐希中搶了呼呼 啊哈 啊哈 сдел 走 寶寶 等一下 等一下 這貓臉吃飯的咧 貓臉吃飯的蒸蒸你的頭髮呢 wurde 你要拉低一點啊 我不行啦 我怕 kro 些觀眾朋友會收過你的 40! 到 bowcot 你知道我在笑什麼嗎 你在幹嘛 我在肖像 我想是這樣啦 這個對於運動喔 我也是稍微有點在行 你也知道啦 我當時是一日雙塔啦 但一日雙塔完喔 我覺得我快看到 好啦不開玩笑啦 這個自從上次辦了四大運之後 我希望可以讓我們台灣 讓更多人可以看到我們的運動 但這個還是讓珍珍來講 因為畢竟齁 我還要留一些話在2020講 啊不這個 好欸我是珍珍 今天非常開心呢 能夠跟兩位國手 我們的羊肉舞呢 來進行一個挑戰跟PK 希望讓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羽球 支持所有的運動 並且祝福阿門未來的奧運 給大家的 祝福阿門已經在幫我對講了 祝福阿門 阿門 祝福阿門 你來看看 你來看 看完這個不正經的 有想要看 正經的嗎 那幾段是曾經有上過 BW世界雨連 然後挑選過的 競賽好球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太早的過程中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 現在的環境真的已經不一樣 像網路啊現在那麼發達 然後已經不像以前 可能在行銷 宣傳可能都沒有 所以球員就是只要認真打球 那現在不一樣的是 你可以塑造一些知名度 然後接一些功告帶點 那會有很多廠商跟你合作 像我身上的 身上的這些LOGO 就是一些廠商的合作 有吳寶春 吳寶春就是麵包 然後有黑人頭 那是做衣服 就是流行的普世 那還有一個是 食物的 運動商 對 這些呢 這些都是相關的一些 比如說食衣住行 就是很簡單的 一些廠商 然後他就是希望 也希望 互放度 知名度 所以他們就 建議花這個錢 然後跟我們合作 對 可是這一個是什麼 喔這個有 喔不不不 應該是說 HIGHLINE 太久了 哈哈哈哈 他打錯我名字啦 嗯 不要 HIGHLINE G 對 對 看就知道以後要怎麼打他不要學我 你打我英文名字都有一些求善 像戴智英也是 你們都可以現在往外罰的 你們都可以上我們去預判 好這個 這大概是兩年前 蛤?兩年前? 對 對 這場是怪難的 用到台灣人的精神 對不對 對我是手拍斷線 對 我跟妳說基本功很重要 我沒有護法 你看我就是小時候不認真練球 沒有 沒有 好醜 可是精彩好醜 對啊 不用啦 這樣就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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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大概自我介紹一下就是 我是在地高雄人 我是在地高雄人 然後 國小 國中 高中都是讀高雄的學校 現在國小只是讀師父國小 對 在文藻 外遊學院那邊 然後 我記得國小那時候的球隊 我們應該上第一屆吧 對 然後我跟那個教練是同學 對 對 我們國小是我們 國小吧 對 對 他國小 他國小很厲害喔 像我國小是最後一名的 對 我其實我打球啊 一路以來 到高中以前其實都是後補隊員 然後 雖然說很認真啊 但是就是 沒有機會 但是 堅持到最後 就是在高二的那一面 然後 受到教練的提拔 然後 我媽的支持 因為我原本在高二的時候 要 要轉型了 就是我不想打球 因為 因為我在想啊 我如果高中畢業後 我要幹嘛 所以我至少要危機執場 那我就想說 我想要轉學到一支高中 去學 呃 修 修理車子啊 或是 就是一個技能 所以我媽那時候叫我 呃 堅持 我就想說 媽我從小到大 成績都不好啊 啊 為什麼還要繼續打 然後我媽就說 我覺得你可以 你一定可以的 你知道 我繼續練 然後 我也去學校跟我家園說 欸我家園我想要轉學了 我想要打球 因為我就不行了 我就擋不起來 然後教練一次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我都還沒練你耶 都還沒開始訓練 因為那時候我高二 那 因為高一到高二 還有高三的選手啊 有時候其實就是 你高一的時候沒有機會 你國一的時候沒有機會 那國二 或 高二 高三 國三的時候 才會有露臉的機會 對 那就是因為那時候 高二的時候有上場的機會 然後 入選的 球隊 然後去打那個全中率 高二的時候 就拿了 第三名 然後高三的時候 拿第一名 對 就是在 我是算大氣完成嘛 就是算很 很後面 才 才成功的 也不說成功啊 才有一點成績 才有一點成績 因為很多選手啊 小時候 可能國小就很厲害啊 全部冠軍 然後 然後 國中也很厲害 然後高中的時候 就 沒有訓練 就沒有繼續堅持 那 那有時候是因為 對啊 我也很入 很迷惘 因為以前的環境沒有像 現在的環境 對啊 現在環境是 比如說我現在 你看我本身 在打球 我每個月是 有薪水 算是我的工作 算職業球員 我的公司是 雅伯 雅伯球隊 在高雄小港那邊 對 有遊戲過嗎 他們常常搬比賽 這樣 然後 但是我不常在雅伯訓練 因為我有另外一個身份 我的身份是 又是國家訓練隊 隊員 所以我常常是在左營 那邊有一個訓練基地 在裡面做訓練 對 然後 我們又回到 講國小吧 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 就 回到這裡 還是有感覺好像 回到我小時候的 的 時候 因為我在回想 就是小時候 我到底在幹嘛 好像 因為我 我小時候打羽毛球啊 其實就是因為 身體很差 所以 我媽叫我去學 所以我根本好像 就參加科後聖盒 那個感覺 好 大家 大家要 要幹嘛 我就可以幹嘛 反正我記得 我應該是 排球排最棒 然後吃點些 從第一的那個 對啊 就是 呃 我很喜歡語毛球 但是我沒有 很認真的對待他 對 但是 就是 沒有國小啊 國中 國中我讀 三月國中 對 三月國中 在 高音 高 高雄醫學院 在附近啊 在附近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國中也是沒有什麼成績 但是也是 有入選到全中院 然後有了保送資格 保送資格 對 因為 比如說 在讀國中啊 高中啊 其實有時候 打球是可以加分的 他會幫助你 可能 讀到好的學校 像我高中的時候是讀 那個高雄同學 對 秀中 對 秀中 但是體育班 就不太會讀書 對 我說要讀書 就是 小時候啊 小時候真的是 因為我本身應該算 頭腦不好 對啊 小時候沒練什麼書 但是 我後面發現 到我現在發現了 其實練書 真的還蠻重要的 對 因為有時候 你說在 人家的談吐啊 然後還有一些 呃 打球上面的想法 對 因為打球上面的想法到 打到現在其實很多種 比如說心理狀態啊 比如說 呃 比賽上面 面對的所有事情 還有生活上 因為你們到後面 你們長大 你們都會出過比賽 當你們出過比賽的時候 你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英文也很重要 我英文沒有到很好 但是我覺得我的運氣算還不錯 因為我在20歲的時候 我接觸到荷蘭教練 我跟荷蘭教練相處兩年 那 我從 不會講英文 一句都不會講 到我現在 我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然後我到 我會簡單的回應 比如說 為什麼我想要吃吃飯啊 那我想要幹嘛 當然說文法不是很正確 但至少我可以跟 那一個人溝通 也可以說 嗯 讀書很重要 就是 雖然說打球很累 很辛苦 但是你們還是要記得要 要讀書 要看書 對啊 然後 該休息的時候要好休息 因為你們這個階段 小朋友這個階段是 在法育的時候 都比較好整天打 所以我去打一碗 然後我們三個都不睡覺 知道嗎 對 對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到現在啊 我平常的生活是到 其實我一年啊 我好像幾乎半年都在國外 因為我一年大概有三十個比賽 然後一個比賽是一個禮拜 所以就是可能 呃 這個 這個禮拜在這邊比賽 比如說在 荷蘭 像我接下來 我接下來要去 下一道去台北公開賽 那台北公開賽 比完之後 我要去越南 然後越南結束後 我要去韓國 韓國嘛 要去中國 就是一直連續在比賽 就是還蠻辛苦的 因為說實在 呃 很少時間可以陪伴家人 然後 甚至 欸我記得我 大哥結婚的時候 我好像比賽 然後 甚至 我爸爸生病的時候 那段時間我也都來打球 就是 運動員還蠻辛苦 我會捨棄掉一堆 比如說假日啊 沒辦法去玩啊 沒辦法跟他去旅遊啊 還是什麼 就是都來練球 對 但是我在想 好像我 國小的時候 其實沒有練太多球 就假日的時候 然後我後面有發現 為什麼跟我同一起的選手 他們都 早早就不打 是因為他們把他們的熱忱 熱情 可能在國小的時候 六日還去訓練 國中也是去訓練 那訓練到後面就 對於保球已經沒有熱情 所以大家就很 很早就不打 因為他們不愛 那我是到高二的時候 我就想 欸 我好像從來沒有認真過 然後每天就是 眉魂附體就像稻草的 就一首歌 對 然後我就說 那我認真看看嗎 那怎麼認真呢 就是 每天大家都訓練 我們大家都一樣在訓練 但是你要怎麼樣 比別人更進步 就是你要比別人更認真 在 在打平球的時候 在打長球的時候 然後打的路 你要比別人準 那我要跑得比別人快 那我甚至要 呃 做更多 更多的更多的投入 你才能比 一樣在訓練的選手還要強 對就是 我就是這樣喔 就是 我就是講想 我那時候就是想 這樣想就是 因為我落差別人太多了 然後我現在 要怎麼去比別人 我整整 對 所以就是 呃 練球嘛 練球你們要 比如說大家都在訓練 有沒有 大家都在訓練 那你們要怎麼樣比別人更強 不是說 今天很開心啊 打長球 啊笑一下啊 然後我又去接三個球 不過認真 你比賽的時候不會這樣的 對不對 比賽的時候大家都很認真啊 所以要 練球的時候就跟比賽的時候是一樣的 你們要 你們要 用活力 就是 在比賽的時候我現在就在打 在練球的時候我就在比賽 你這樣 比賽的時候你才不會因為緊張 然後導致你很多球都打不出來啊 然後 失誤很多啊 對 不對我剛剛 我剛剛還有遇到一個小朋友 他說啊 因為我看他腳怪怪的 就剛剛在打球 練球的時候嘛 喔對 你 對啊然後就 看到他受傷 我就覺得我很重視這件事情 在小學的時候 因為我有受過傷 但是我是 在承認的時候 人在兩年前嘛 對 然後 就是那時候我很急 所以我沒有好復健 所以我現在其實我沒有熱身啊 我手拍起來就是 會痛的 甚至會影響到我生活的 生活的一些機能 所以我覺得說 那個當受傷了 然後 你必須要好好的面對它 不要急 因為現在在國小 其實還有一長很長很長的一段路 要走 還有差不多十年 甚至二十年 但如果你現在把你身體 身體操壞了啦 就是 操壞了就算 還會影響 生活啊 那真的是 不太好 因為在這個階段 其實你也不知道 你以後會不會去打球 但當你竟然會去打球的時候 然後因為受傷 然後影響生活 那也很不好 所以 在受傷的這一關 是真的很重要 然後包括練玩球 一定要拉近 這樣嗎 小朋友 對 一定要拉近 拉近很重要 然後是超越球 不好意思啊 我第一次來做這件事情 來演講 因為我太會演講 不一定是 對啊 然後因為 因為其實就是想要 為華球經驗的行李啊 對 因為 因為現在環境真的 越來越好 那 我覺得 可能繼承 這邊 他們沒有看到我們三人在努力做什麼 對 就我們就是 要讓整個環境圈 環境圈 讓更多人 甚至一般沒有打球的人 的人民都知道 欸羽毛熊 羽毛熊 那我覺得 有一天羽毛熊 甚至可能會變成國球 那 變成國球的時候 那個又不一樣 所有的資源啊 國家的支持度 然後小朋友他們 他們平常的那些周邊的 都會影響 對 對 不要 大概這樣 對好 然後就是 因為主要還是要看 人家常人想要了解什麼 然後因為如果我分享 我整個好像也開始 因為我主要是要來 來讓這樣 欸對 比如說國中後 國小生活中的一些問題啊 因為選擇學校很重要 不是說那個學校好就好 是 他好是基本 但是你要去評估說 來 我記得小朋友到那邊 有沒有 把他整個國中 像我 國小到國中的時候 其實教練幫我拿不太好 有兩間 我記得那時候就有兩間 三名國中 跟一名國中 那 那教練評估我的狀況是 我應該讀三名國中 因為我比較弱 然後那個三名國中 剛起來 剛起來 那 像成教練就是比較強 所以他去讀一名國中 對 所以我們就變成對手了 對 這樣 嗯 所以就看 這樣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再回答 再回答 問校長想要 多了解嗎 方便的 好 在這又是 沒有要問 除了問女朋友這些事情 好 嗯 如果在比賽當中啊 如果有一些就是 手感不好的時候 你都怎麼樣去做調整 手感不好的時候 對 有時候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手感比較不好的時候 其實其實這個狀態 如果說你都 應該是不會到手感不好的時候 我們如果說那天狀況不好就是 呃 比如說 呃 搶地的風向 因為我們 我們在比國級賽啊 會有那個順利風的東西 對 然後你說的 我們遇到狀況是 應該是失誤太多 然後會影響心情吧 對 因為我是雙打 像我都要單打他一個人是怎麼面對 像如果我是雙打 我會 我通常是扮演那個 HANDLE那個 就是 冷靜然後幫我 幫我的搭檔 脫離那個 脫離那個氛圍的時候 因為 因為我搭檔 他的個性是很自 就是 很像 很像 動流拳的事情 然後想要幫 就是要動的 那我知道我的角色就不是那個 我讓他去抖 然後我是後面那個幫忙 當他不順的時候 然後我要把他拿回來 那當他太超過的時候 太不冷靜的時候 我要把他拿回來 對 那我覺得面對小朋友 他們在手感不好 應該是 我覺得手感不好 是他們 雀場滑 那雀場 那雀場 要來講 應該說 平常訓練的那個 投入度 像其實我剛剛看很多小朋友 他們在練球的時候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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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玩心比較多 然後很不認真啊 像我剛剛在那邊 然後他就一直看著 就很不認真 就很不認真 對 就是你在練球的時候 你必須要 好像感覺旁邊都沒有人 只有你在球場上面 對 你不能受旁邊的影響 像我們去比賽 我們國際賽啊 我們那個觀眾是很吵 很吵很吵很吵的那種 真的你在發球的時候 你不會抖 手都會抖 但是這種課程 就是要在訓練的時候 要更投入 要更認真 要更認真 還有嗎 那個球拍要怎麼挑選 喔 球拍嗎 呃 我覺得 應該是要選手本身去適應說 這個球拍會不會打起來太重啊 對 不是說我這個球拍好像誰拿過 我常遇到啊 哇他是 昨天只拿過了 那是誰拿過 然後他就要跟他一樣 那不是啊 因為球拍有分重量 有分重量 然後你 我覺得小時候是不要拿太重 簡易是不要拿太重 因為拿太重 第一手 負荷沒辦法那麼大 那左球拍其實球線也很重要 對 你球線不能穿太硬 你穿太硬 很容易就受傷了 因為 因為你小朋友的手 可能還在保育 然後你線越硬的話 它 讓手的負擔是越大 對 而且也不是說 越硬 可能就技術越好 你知道嗎 結果很慘 因為我常常遇到隊友 那個球友 那我說 欸欸你穿幾包 我就說 怎麼了嗎 你要幹嘛 我說我還跟你一樣啊 你打幾包我還跟你一樣 我說 我就跟他說不行不行 你如果要打 然後硬 你必須要做重量訓練 對 像我一個禮拜 我都有三天在做重量訓練 對 重量訓練很重要 才不會讓你的 讓你的 手受傷 對 謝謝 謝謝 沒有人要問 還有加上問題嗎 還是小朋友想要問的 這邊還有一個禮物喔 欸對喔 我有一個禮物喔 誰要問 問的好 展開也不要亂問喔 不要問人家比賽的時候在想什麼啊 呵呵 比賽的時候想什麼 對啊 比賽的時候 你好像只能想著 對手要幹嘛 絕對不可能 是我想著我等一下待會打完球 我要去吃什麼 絕對不可能 對 你一定是想著 欸 也不是想著緊張喔 也不是想著我想要贏我想要贏 大家都想要贏 大家都想要贏 又更上一層就是你想要贏 但是你要用什麼方法去贏 不是說只有頭腦說我想要贏 我想要贏 然後速度打快還是怎樣 你是要有方法 你要找對方向 所以 呃 賽前去看影片啊 看對手影片其實蠻重要的 像我們現在應該也可以這麼做 所以小朋友從小就去看一些 看一些比賽影片啊 然後去分析 不管他們講的是對的還是錯的 他們至少有想法 他們至少有動 我覺得是真正很好 因為像我是 呃 進入了 呃 就在世界打的時候 我才發學 欸原來 國外的學生都是這樣做的 他們是不是有一個專門的 投入分析師 他們在完全分析你們 這組雙打 他們大概是打 拼球比較多 還是防守比較多 還是這組是防守組 攻擊組 其實他們都分析出來 對 就是那種東西 對 就是那種東西 就是那種東西 對 就是那種東西 特別說 他前場 可能站20% 後場 可能 就是有這種東西 然後他就會分析 分析影片出來 之後就有教練 這樣就要做功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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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就要針對這個選手 你要怎麼去破解他 對 沒錯 你舉手 拿手 好 這樣會 超級 超級 是不是可以給 這些小朋友 就是一個比較 對於欲求 的一個正確的一個 比如說心理素質的建議啊 或是說 因為就像你說的 你剛剛提到說 欸可能他們都練得太辛苦了 然後國中就放棄 或到高中就放棄 嗯 那相對走這一條路也很辛苦 那其實在這個 四圈裡面有很多 有幾個很優秀的學員 我們也是希望他們 一路走下去 可是 就是說到國中的時候 可能 或到高中 比如說都受傷了 那其實你 可以給他們一些 比較 什麼樣的建議啊 就是說 可以讓他們 有信心的再走下去 這樣 OK 那其實就 就是拿我最好的例子 欸 說到我國小 到國中 到高中 我說那種 欸教練我要打 喔你等一下 喔 我就要去坐啊 就坐著坐著 然後我就 但是我其實坐在場賽 場賽也不是錯不好 你可以觀察對比 對手 你的隊友怎麼打 你可以觀察 因為有時候你常在打 你在打球當中 你不會發現到 你可能的問題 所以我是坐在球場下 然後看 我的隊友 這個動作怎麼會這樣 他怎麼會打這種球 所以不是說 坐在球場下面啊 就好像沒有你的事情 是你坐在球場下面 你要有你的 你的角度 你的角色 然後你要去怎麼去 呃 對你的羽毛球負責 對 當然當然說 呃 要要開心 去我覺得這個階段 像在國外的選手啊 國外的選手 其實在國小國中 他們是很多很多興趣的 他們不是只有接觸 喔我就羽毛球 對 我就覺得說 呃 他們平常一到五都要訓練 其實 又是 其實還好我覺得 除非說他小朋友很想要練 很想要打 那去加強沒關係 但是如果說他本身就 其實就不想去練球 你還逼他去練球 那 那很很快就會把那個 二層 而且 也會浪費時間 他們大家可以去 呃 嘗試別的運動啊 然後 像我一個 我一個國小隊友 他後面去當 直棒 對啊 他也是小時候打 打羽毛球 然後國中 然後說 呃 林初毅 他是兄弟像 對 他以前四四五個角 然後打羽毛球 然後到六年級的時候 說跟教練說 欸教練我 好像比較喜歡羽毛球 對 他是從小就很幼小巴 不是說 我叫 媽媽叫我幹嘛 然後 爸爸叫我幹嘛 媽媽就幹嘛 他是 問自己說我自己想要什麼 對 練球 所以 呃 小朋友 你們要 你們要加油 呃練球的時候真的好好認真練 然後該放假的時候 就好放假 那 那所謂放假呢 是 不要整天搭在家裡 打手機 不要出去 呃 比如說 爬爬山啊 就是看看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呃 不一樣的世界 然後接觸他自然 因為你 你心裡 才會真正放鬆 對 怎麼樣 還有沒有 沒有 不要 你要問什麼 來 這是自己愛 所以 你覺得走走走 那條主要很辛苦 很辛苦 先先送他用 呵呵呵呵呵呵 哈哈哈 來 過來 你先拿給他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 與球相簾喔 對啊 是一條相簾喔 裡面是一條球牌 相簾不是求恩戒指喔 不要 不要誤會了喔 說實在真的蠻辛苦的 因為 呃 比如說身體 像我這樣出國 因為我都是一個禮拜換一個國家 那 每一個國家都有每一個國家的氣候 對 濕氣 像我上週去獅頸賽 獅頸隊在瑞士 那 歐洲的空氣就是比較乾燥 然後像台灣是比較溼溫 所以我就明明就睡覺了 然後我隔天早上起來 我喉嚨就痛到好像腫起來了 就沒辦法 就是整個影響到比賽 所以這個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只好你講到比賽都還蠻重要 然後還有包括飲食啊 出去國外啊 你不是說 我想要吃炸雞 我想要吃漢堡 我想要吃薯條 這些都不行了 這些在比賽前都是 沒辦法去做的事情 對 因為你吃漢堡 呃 吃什麼炸雞 薯條 其實對身體是 沒有任何的幫助 你應該吃更營養的東西 你對你運動表現才會更好 你對你運動表現才會更好 那學你多時候都要吃什麼 喔 我嗎 喔 我嗎 像我們 我現在本身有營養師 因為我其實在減肇 我這我半年好像瘦5公斤 對就是雖然說全身都肌肉了 但我們到我們這個專業的問題是 我們要把肌肉又變輕了 所以我們只要精壯不是說惡 我們要很強壯 就是好像很像猛人這樣 不行因為因為你在球上反應是 可能是0.1秒是幾秒 可能因為你太 肌肉太大塊然後10噸了 0.1秒就差很多了 對 就是每天 我記得我是白天跟中午都攝取澱粉 那我晚上的時候是0.0 呃 蛋白質 就是蛋白質跟青菜 對 那我是吃雞胸肉的 喔 雞胸肉有 我一個廠商都賣雞胸肉 對 就是 但是吃雞胸肉我是覺得還不夠 當然他們說就是夠了 但我覺得說還可以搭配一些什麼素材 青菜 青菜多些 對 想問一下你國小的時候就身高就不特別的高嗎 你從這一方面身高是不是很重要 喔 身高不是到很重要嗎 還好 因為也是有很多選手 他 比如說現在小呆啊 他沒有很高啊 然後還有一些 呃 呃 國外的選手 印尼的選手其實也很矮 他沒有很高 但是他們是利用別的 因為打球有很多種方法 不是只有一種 但有身高有身高的優勢 那 對 沒錯 然後 我國小嗎 我國小沒有很高 其實我是在高中的時候 我一次長太高 對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 我骨頭都還來不及 連結 所以我每天都很痛 成長很痛 成長很痛 沒錯沒錯 對 他搭檔也不高 搭檔170 對 所以他常常都會被我擋到 呵呵呵 然後我在站在前面 他就從我旁邊看過 然後這樣 呵呵 對阿 對不錯 那他有問題嗎 來了 沒有疑問了 來小朋友咧 不用問 要問什麼 你要問嗎 那如果你遇到對手 你感覺他很強 那時候你的壓力 你要怎麼辦 這我回答你好不好 蛤 我都覺得我自己最強 呵呵 欸你都可以 欸你剛剛教練可以 阿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自己最強 然後你又打輸 又怎樣 還是打完了阿 還是打完了阿對不對 還是打完了阿 像弟弟就是 我就會跟我比較 因為我本身也是 叫沒有自信 但我知道我沒有自信 我就要更努力 比如說我知道這個對手很強阿 那我要怎麼去 贏他呢 我就要去比賽 去看他的比賽影片 去看他的比賽影片 然後甚至把他 呃 一年前 兩年前 的影片都找出來 因為 人有一個關係是 他習慣動作一定不會變 所以我就是把他這些東西找出來 就是 更認真 你要更認真 然後 呃 你千萬不能覺得說 喔他好想 我就 我就好像 沒有機會 就 還是要努力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然後 不努力 已經不會成功 至少你 你這場球你認真了 你去拚了 然後還是輸 但是你在 這場球你有沒有學到什麼 跟高手打球的好處是 你可以看到你的缺點 你不可能 不可能永遠都是頂阿 就算你頂 你也看不到你的缺點 你還是要輸 像我今天 我好像就 一路輸到現在 呵呵呵 對阿 就是 有時候真的覺得就是 像 前置那一點 舒好說 這樣 就是他好像 會 被NBA淘汰 像我也是會覺得說 好像 怎麼打到擋不贏 然後 但是我就想 要怎麼樣去改變現狀 對啊 我還是會 呃 你說就更 就是心理戰的東西 我去找過心理老師 我想說 怎麼樣讓我心理更強重 因為其實有時候 打球的時候 都是輸在心裡 技術層面都有了 但是 你就是因為心理狀態 可能你還沒比賽前 你就認輸了 你可能 比賽當中 你遇到一些挫症 然後你就放棄了 甚至你在關鍵的時候 最後那幾分 然後 你不敢當 然後你想太多 然後就 就 因為那幾分 然後 就輸掉 其實還蠻 還蠻常有這個時候的 但 每一次我都告訴自己 就是 不要放棄 我總有一天 我一定要贏 就像國父嘛 國父革命十次 那我還想 我一定要革命個十一次 雖然說已經超過了 三十幾次了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 一直輸啦一直輸 但是我不能決定輸贏 但我的決定我的態度 我至少要保持正面 我要 每一天 我都覺得我再進步 那就夠 對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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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一次掌聲一下 謝謝我們這個吳俊瑤的伯手 我覺得他最重要的是 從他的身上我們有一個堅持的態度 他從國小國中到高二都還沒有比較好的一生 那這個機會是他自己創造的嗎 是他自己創造的 如果你放棄了 本來高二他如果一直都沒有堅持下去 到高二他也跟教練說他不想打了 很多人在自己國想是這樣子 但是堅持下去機會就是你的 如果機會都在那裡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 但是你不堅持下去 他會不會就是國一是你的 肚很長 把自己身體照顧好比較重要 OK 這第一個 那第二就是 因為羽毛群不管是運動學種 覺得那個貝德勒有說過的幾句話 就是頂尖運動學種 他要冷 他一頭冷一頭熱 一頭冷是什麼 你遇到比賽是要冷靜 一頭熱就是你要有熱情 你對待比賽就要有熱情 但是同時要保持冷靜的態度 這是他肺德勒所講的 那Cobie Bright最近要講的 天才 沒有所謂天才 天才 百分之一天才 但是靠百分之九十九的什麼 努力 運動學種是很辛苦的 那 持續找到你自己適合的路 羽毛球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跳板 對我來說是一個跳板 像對我來說可能 我一直跟他一樣 我小時候也是 到我高中我也是二軍 但是我一直坐到下面 但是我後來這樣 被一軍了 然後到大學之後為什麼 我也是一軍 可是後來覺得大修好像不是我 應該要走的路 因為我不太害了 我不想如果他穿到那麼高 我可能會繼續打 可是 當別人跑三波 我跑四波 我覺得很累 我體能很好 我可以跑全馬 我可以跑棒 但是我就打破雲 我體力很好 因為有技術出在技術 我要辛苦 那我就繼續選擇怎樣 讀書 那我讀個研究所 這樣子 我要考上教育學長 所以 每個人就會找到自己適合的戰場 尤其羽毛球不適合我 有一個那個 最近有一個 桌球很有名的 最近很有名喔 他是打羽毛球的人 但是他覺得 他覺得羽毛就是要 可能教育學長不行 他還選擇的熱情 他還選擇的打鍋型 他現在很有名 對不對 很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蛤 對 他是打羽毛小刀 他現在全世界排名的 齁 大家去從羽毛 就是從這個運動的平台上 去找到一個 自己適合的一個運動 找對自己的戰場 然後躲去去衝刺一下 那堅持下去 機會就是你的 好 那就像我們 我先咬一下 堅持下去 機會就是自己的 來 再次掌聲一下 謝謝 謝謝 其實 打羽毛球真的 對升學其實也有幫助 像我有一個 有一個同學 他是 到大學的時候不打 但是他靠 羽毛球的成績 加分讀到太大 對 是有幫助的 就是對 你可以 雖然說沒打 但是你要繼續維持 然後但是 書還是要繼續讀 不能放棄讀書 因為讀書真的很重要 對 不讀書的人在這邊 哈 哈 哈 謝謝 非常謝謝各位 家長局 同學的參與 那 記得 下次我們練習的時候 心裡想著 要如何進步 不要想著要如何贏 你如何贏 但是要想著要如何去贏 而不是想著贏 想著贏 想著贏 你就會想著輸 李宗偉有一次在跟 那個 跟誰打的時候 不是跟你男打的時候 他想著 他那天是角度受傷的 大家看法國公開賽的時候 他角度受傷 他想著我一定會輸 可是他想著 沒關係我就把他打完好 結果對方被他打得籌 結果李宗偉 也就是說他沒有想著去贏 或者說不是吧 就像剛剛 郭首相出獎的 我不能決定我的輸贏 但是我可以決定 怎樣 我在打球的時候的態度 所以李宗偉那時候贏了 他腳已經受傷了 他跟他旁邊 對方給他抽 結果他贏了 OK 所以 在做任何事情要思考一下 如何當自己怎樣更進步 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怎樣更好 好 那因為我們的警衛到六點半就要下班了 到時候大家要出國去 所以六點半之前 我們趕快把車這樣開出去 好 現在六點了 好 下課 還要先餘了 還可以再五分鐘了 要先用手錄 等下課 請我去等下課 我先行 那時候 我先講我 兩次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